就是这样有个问题 就是师父您在白话佛法第一册十一篇 善事与功德的区分里讲 只要在佛菩萨前许过院后做的善事才算做功德 否则只是做善事 而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一篇第一册二十三篇 在谈善事与功德里讲 渐进是功 请问师父两者差别的根本是不是境界问题呢 就是境界问题 那师父 为善而行善 为善而行善 此乃出善 为自己的境界 为自己学博后的境界 为了众生 为了帮助救度众生而行善 对不对呀 此乃真善 真善什么意思啊 真善就是完全已经是脱离了善了 已经是功德了 功德了 真正的善是什么 从本性来的呀 真是什么 真如本性呀 真如哪里来的 真如第九意识 佛性这里来的呀 那师父为做功德而去做功德呢 这是啥呢 这也算是 也算有点功德的呀 只是你这个功德有漏呀 漏多少呢 是不是 漏很少的 百分之多少呢 有这样说可以吗 那比方说我要举个例子 我才跟你能讲百分比 比方说 叫你做义工 对不对呀 你在那里维持秩序 穿着义工服 对不对呀 那你应该得到百分之一百的功德 但是呢 你今天要做这个义工 是为了孩子 脑瘫 你来做这个功德的 我告诉你 百分之五的有漏 你拿到百分之九十五 如果你说 我今天 在这里做义工 我给大家看 你看我能做义工 你们都不能做了 对不对呀 你们年纪大了 都退到后面去了 怎么怎么 然后呢 为了显化 大家站好了啊 你们怎么怎么怎么 好了 那功德 漏掉百分之十 到十五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那百分之十到十五的话 你还是有功德的呀 那师傅 如果做义工的话 他功高我慢 没有做 做不如理如法 不但没有功 还有功德吗 还是业障多了呢 他虽然没 他只要不做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他有一些功高我慢 也就是十 最多最多二十不到 哦 明白了 所以我告诉你 只要做了义工 一定有功德 一定有功德 你看有些 有些我们义工的头 在这里 讲东讲西的 对不对呀 你看他怎么还 各方面还是这么顺利呀 这么多人还是听他的 功德就算有路 很少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只要不要冲上去打人 你只要不要冲上去打人就可以 那师傅如果断一个人的会命的话 他这个业障会 增加多少 那这个功德功德功德大损呢 比方说你知道这个人还在信 对不对呀 你知道他还在信 那你完全可以 你还可以就是说帮助他 信了 比方说他还在信 相信 那么你呢 帮助他的时候 不得不恰账 让他恨了 让他觉得丢脸了 没面子了 他不学了 那么你就损害自己的灰命了呀 你就换掉他的灰命了 那不是一点点了 那是至少五十枚了 很厉害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所以 所以你看 你看很多法师 他度人一看度不了 他就阿弥陀佛了 对对对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佛陀当年在 在人间的时候 对不对呀 他一看度不了 他就散哉 散哉了 对 师傅 那个达摩祖师也是 阿弥陀佛 那个达摩祖师 对呀 对呀 达摩祖师那个后 他已经是后期的了 所以他可以 对对 他说阿弥陀佛 也有啊 其实他好像是说 散哉的吧 应该 哦 你再仔细看一看 因为佛陀当年 全部说散哉 那个时候 那个金主宗还没出来的时候 大家一般都是 散哉散哉的呀 你再仔细看一看 我再仔细看一看 感谢观看